好 從事政治當然希望替國家來服務 我想這是所有政治人物 他們最大的心願 但是政治人物跟球官這兩件事 如果畫在一起的話 那實相就很難看了 今天各大報都一致性的公佈了 小英的這個未來的執政團隊 可是目前為止 並沒有得到任何來自於民進黨 內部的這個確認的消息 而小英被迫 不知道不是被迫 那明天就要來開這個 內閣的這個記者招待會了嗎 來公佈他內閣 還是說以上純屬虛構 如果留一通請大家各自斟酌呢 需要搞成這樣子嗎 好 不論怎麼樣 這個林權跟吳釗燮 李軍 蔡政府敘事待發 是今天自由時報的一個頭條 那我們仔細來解讀 這裡面背後是不是代表的事情是 林權真的接內閣嗎 民眾怎麼看 我們先第一通電話是 台北的葉先生 葉先生你好 你在線上 主持人各位來賓大家好 是 坦白講這次民團我看完了以後 我覺得沒什麼新意啦 第一個台灣目前所欠缺的是一個執行力 內政民生經濟各方面的問題 太多太嚴重了 而不是單純的什麼生技業電子業 能夠能夠帶動整個台灣 你要整體的規劃要有執行力 你要整體的規劃要有執行力 今天我看到目前為止 這從116以來所傳出來的很多的消息 我看了 我聽了以後我覺得很失望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有沒有整晚捧去 跟有怎麼樣分關的話 這都不對的 你要的人是要對台灣有幫助的 而不是都在還是在你的圈圈裡面找人 如果是這張名單的話 真的講非常非常失望 台北葉先生的看法 他覺得非常失望 另外是屏東的張先生 張先生你好 你在線上 大家好 我覺得這個林權是非常適合 因為這個經濟平好了 其他的問題大概都解決了 那麼你像找了去看看宋楚瑜 那是幹什麼 給他因為年紀大了 給他一個尊重 怎麼可能找他 那個林信義根本就已經都沒有什麼聯絡政治方面 那個張忠勞這麼大年紀 怎麼可能來當呢 我再覺得就是這個農委會的主委 太重要了 一定要像柯文哲這麼勇於認識的人 因為這個農委會 你沒有做好的話 民以食為天 那個問題就會很大 還有消息會 沒有負責任的話 這個也是很大的問題 最後我說現在搞一個這個土地 這個什麼異化 你這個要下台了 搞那麼大的問題幹什麼 真的是 下台的時候還表現這麼好幹嗎 張先生 我先請問一下 張先生 你不要掛電話 張先生 那個現在確認農委會可能是曹啟宏 曹啟宏是你屏東縣長 你怎麼解讀 我希望曹啟宏要學習柯文哲的精神 把農委會做好 農委會的事情太多了 你如果說坐在位置 沒有把它做好的話 那個影響太大了 好 謝謝張先生 我們接下來通電話是台中的蔡先生 蔡先生你好 你在線上 蔡先生 你好 蔡先生 喂 你好 蔡主持人 是 明月大家好 我現在說 前世在說這裡 你如果要做你怎麼知道什麼政行 你學做的這裡來講 沒出來這裡來講也不夠不夠 什麼人做 什麼人都是不一樣嘛 對不對 國民黨過期就是每一個人在做 都是有理的問題在做而已 你如果像真的 你每一個團隊都差不多一樣 好 謝謝蔡先生 蔡醫師說我們評論太早了 好 沒關係 我們還是要讓觀眾朋友發表你的想法 但是因為剛才這個屏東的張先生提到了宋楚瑜 所以我先問一下文雄委員 馬上點名你們宋先生 到底那天對話是怎麼回事 是這個蔡英文主席 蔡英文準總統 很客氣的見你們的主席跟他說 說我們未來安排 還是說大家覺得又回馬槍了一下 因為那天是在前一個禮拜的週末 透過管道聯繫 主動來聯繫宋楚瑜主席 所以在禮拜一上午的會前會 就決定了由當天下午本來是四點 後來變成五點半 發採訪通知 所以第二天上午十點見面 一個純粹是由競選團隊陪同蔡總總統 來拜訪宋楚瑜先生 所以親民黨這邊也是用 輔選團隊來跟蔡總總統見面 第二個沒有黨跟黨的問題 不是說民進黨和親民黨見面 那如果是民進黨和親民黨見面的話 應該是吳釗憲代表 是吧 因為那輔選就是林喜耀 那我們這邊輔選的總調度就是秦欽生秘書長 所以我想就這麼單純 沒有談到任何人事問題 那宋楚瑜主席也不會去談任何人事的問題 包括他自己 大家都猜葛魁 後來有說什麼地表上最強的什麼 什麼陸海集會總董事長 那些都是這個 這怎麼講 就是沒有這個回事 我想大家先說明 但是內心中我認為他是最適合當這個台灣 不管是哪一個人當總統 他自己沒當選就算了 事實上他去當行政院長是最恰當的 我不是說他今天當明天台灣就好了 不是 而是現在的階段要讓人家放心的話 只有宋楚瑜主席 不過很多事情不是嘴巴講講 也不是 我這邊沒有在推薦 我只是傳達很多人的想法 所以我認為不必去逼死說誰一定要提誰 也不要去影響這個蔡總統 說他非得要怎麼做才可以 我想不必 剛才那位最後一位那位先生講得很好 要不要做你那怎麼做不好 雖然這些人長得都沒有那個 留什麼 劉建興帥 除了劉建興之外 其他都很醜 但是不見得說不能做事好不好 你為什麼在抓脖子 你是學柯文哲嗎 不是 我突然間覺得脖子有點癢 因為你談到劉建興嘛 想到劉建興 對 你抓這個像柯文哲是 是 好 所以文雄委員是說 其實跟宋楚瑜對談 根本沒有太多的一個想法 但是問題是 這個是我們要回來一件事 魏哲 現在為什麼在還沒有傳 這個所謂名單的時候 現在已經開始 這個名單都已經出來了 這到底背後 人家會質疑民進黨 你們現在這個 到底應該是由零權來發佈 他可能的這個所謂的 當然我們講說 像是國安會或總統府 這個應該是由小英來做說明 我們覺得OK 但是像是行政院長 行政副院長 法務部長 農委會主委 政務委員 政務委員 甚至連這個謠傳的交通部長賀成蕩 謠傳的文化部長鄭立軍 謠傳的總統府秘書長葉居然 都出來了 會讓人家覺得說 需要這樣子嗎 難道不要尊重一下小英的總統權嗎 我覺得其實剛剛您講說 這個是小英的起手勢 我覺得其實小英曾經講過四月份 四月份再說 那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大家記得2000年跟2008年 兩次政黨輪替的時候 那個時候都三月選總統 總統到三月二十二號 二十一號才選完 選完之後四月中 產生行政院長的這個這個人 那時候唐飛 那個時候差不多是那個時候 然後劉兆璇的出現 大概四月下旬 那從劉兆璇組閣 唐飛組閣之後 陸陸區閣員出來 那個時候這個政黨輪替的那個整個 整個步驟是這樣子 那現在是一月十六號選出來 一月十六號選出來 小英已經定調說 四月才要這個公佈 那現在才多少 現在三月十五號 三月十五號 十四號 以2000年跟2008年來講 那時候連總統都還沒選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部分 如果現在就閣員出來了 我覺得其實是有一點風險 為什麼什麼叫風險 那你這些交通部 內政部 這些部會的人 那到底要聽誰的 可是馬上政務的推行 就有問題 就會卡卡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應該 如果這個時候 小英就已經徵詢人了 包括二月就已經徵詢人了 那些東西是好的 可是被徵詢的人 我希望說能夠保守秘密 我相信小英也會跟她講說 暫時先保守秘密 為什麼 因為她早點徵詢她 是希望她早點將來上手 能夠無縫接軌 現在能夠把將來的施政理念 跟施政難途 能夠想好做好 而不是說熊熊的五月二十號 就任五月十幾號才說 某個部會是誰 那時候她根本就來不及去 去整整體的播話 所以我覺得其實小英早早 早就徵詢人是對的 但是被徵詢人千萬記得 千萬記得千萬記得 要晚點再對外宣布 不要自己就講說就是我 就是我就是我 I do I do 這個部分 我覺得其實這部分 這幾個人我還是必須說 雖然跟過去曾經有人 而且好幾位都在阿扁政府裡面任職 但是這沒有關係 因為他在那邊任職 人家八年來 他並沒有離開這個 他成員在智庫服務 像林全你在智庫服務 張景勝你在智庫服務 人家在智庫裡面好好的繼續進營 做一個影子內閣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其實從這個角度來說 他們的這些人選跟試任性 我套一句剛剛觀眾朋友的話 人家要不要做 你就開始再唱出來 這未必也未免 不需要這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一個 是我們希望說民眾 這個對這個心格的期待非常高 也希望能夠無縫接軌 還有一點蜜月期超短 如果蜜月期如果說上來 他開始說什麼新手上路 大家記不記得2000年的時候 那時候新手上路發生巴掌膝 所以說那個時候已經八月 那五月已經三個月還在新手上路 我覺得其實民眾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這蜜月期很短 幾乎沒有蜜月期 要無奉結果 然後兩個月內拿不出 一兩個月內拿不出一個實際的績效 施政績效 馬上就會被打槍 尤其現在張上正在那麼高 人家人家就會比啊 上次二月一號上任 三月就已經民調那麼高 做那麼多老百姓喜歡的事情 同意的事情 是機場的事情 那你現在那個 如果不能做的話 馬上就會被比下去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願意把張勝正的高民調 跟他一個受高這個滿意度 拿來當作我們一個借鏡 拿來當作我們鞭策的壓力 但是也希望說 將來的接軌能夠 因為這是掛小英的招牌 所以說成與敗都是小英 我追問你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這樣講 每個人都是有他自己 各自一方的表現 其實我們這樣講 阿扁政府整體來看他的表現 不論怎麼樣 都比滿意就好太多了 不論是GDP 就業率 還有平均薪資 還有包括的重大的公共工程 那麼十條的橫向快速道路 還有包括我們說的這個 原山紫分紅道 還有血稅 打通了全台灣的臺鐵 那我認為這其實在這個 就是當時的馬政 扁政府確實是有做得好 這些人如果是在扁政府 承認官員 我們也一點都不意外 可是我們的焦點在這邊 邱泰山 我對他個人沒有意見 我私底下也跟他見面 他是一個不錯的人 這個報紙都還沒有說之前 他就開始說就是他 就是他 而且他馬上大動作的 去跟這個桃園市長說 我要辭掉工作 我要去中央了 這樣的角度 會不會讓大家都覺得 邱泰山已經確定了 我們其他人 怎麼還沒有得到觀感野神 怎麼辦怎麼辦 後來逼得小英必須明天 要對內閣的部分 開記者招待 本來原本是說四月才要公佈的 提前半個月 我不覺得大家所期待的小英政權 會不會有很大落差 傑銘 你這樣 情況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是 情況是邱泰山跟他的老闆 也就是鄭文燦 大概有提到說 他大概做到什麼什麼時候 所以證實他要離開桃園 這件事情是鄭文燦 而不是邱泰山 那邱泰山的部分頂多就是記者 可能打電話找到他了 然後他也沒有否認說是 是 的確曾經獲徵詢 就只是這樣 他沒有說是我是我就是我 我覺得那個情況 不是像這個主持人講的 就是說現在要去當閣員的人 其實都是辛苦的 都是苦差事 他們都知道這件事情 可能就是他們一輩子最沉重的一次 因為他可能人人都可以罵他 而且他也不知道他可以領清水 領到哪一個月 短命長命不知道 所以我不認為說大家是一窩蜂的搶著進閣 進入閣這個事情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媒體報紙對於人事新聞 就是長久以來有瘋狂的熱愛 就是我跟敏鳳都待過平面媒體 天哪 只要一講到人事 整個報紙報社上上下下的長官 就簡直就是像吃了興奮劑一樣 趕快去問這個這個布是誰誰誰 那個布是誰誰誰 好像是我們在阻隔一樣 也就是說只要聞到 有一點點人事的消息的風聲的時候 媒體一定會燈很大 那燈很大的時候 這些人被記者找到了 這些人反而還算坦率說 對 我有被徵詢 那他們並沒有搶著說 對對對 我跟你講 這位置是我的 大家先不要跟我搶 這位置就是我的了 我覺得那個狀況不是這個樣子 那你說有沒有違反到 我們現在的憲政體制 因為總統他是任命隔魁 而隔魁去找隔員 我覺得是有一點 這個消息走漏的 目前擴散的是蠻大的 那這件事情其實應該由誰來決定 總統只能公佈林權 林權再去找隔魁 林權去公佈其他這些人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這個必須要做檢討說 為什麼沒有按照我們的憲政秩序 來規範每一個人的行為 第三個事情是 張善政為什麼獲得好評 是因為張善政做到了行政院長 該做的事 他沒有把政治考量放在他施政的 第一個選項當中 所以他在碰到台南正在的時候 他在碰到南部寒害的時候 他做了行政院長 對 我該補 我該救 我就救 我就 我就盡量滿足大家的需求 這是一個本來就是行政院長 該做的事情 那為什麼以前的人被罵成這樣 張善政可以這樣子獲得掌聲 是因為以前的那些行政院長 第一件事情 先考慮政治 如果今天張善政 不是在選後的這段時間接隔魁 他是在一月十六號之前 他就當隔魁 我相信他綁手綁腳 他一定會來自 來自他上面的一些指示 那些壓力使得他沒有辦法 真正做好一個全民的行政院長 好 那所以現在的林權 林權是五黨籍啊 林權有沒有全民政府 全民行政院長這樣子的認知 他做了之後才知道 他如果仍然是沒有一個沒有政黨的人 可是他施政卻以民進黨 作為他第一個考慮的話 這人該死 這人該罵 到時候大家把他罵到臭頭 口水淹死他都OK 他現在還沒有嘛 更何況他現在是保持一個 沒有政黨的形象 我倒不覺得說現在我們開始對林權 東罵西罵 這件事情是對他公平 我不認為 而且再來第四點 這些名單是全部了嗎 不是嘛 所以小英說沒有整瓦牌去 還有接下來的嘛 是有必要這麼急的 看到看到一兩個黑影就開槍 你看你不守承諾 你蔡英文整瓦牌去 也是也沒有必要做得這麼 這麼over 所以我覺得就等明天蔡英文 他公布看他 看他是不是找了林權 而林權又提出怎樣子的人選名單 這些人大家一個一個來判斷 他過去的所作所為 以及他在這些年的這些歷練 有沒有辦法足以讓他升任 他未來的職務 我覺得這東西可以做理性討論 好當然是每件事情 要理性討論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希望得到事情的真相 那麼剛才其實實際講一個重點 或許是這個桃園縣市長 太急的把邱泰山事情給拱出來了 不過不論怎麼樣一件事情 來 這是又來了 又是金普通 那麼現在最新的名單是林權跟吳釗縣 吳釗縣就是國安會秘書長 那麼使我想起這個金普通 擔任這個國安會秘書長的時候 裡面發生了種種的事件 會不會這個小英的起手是 拿出了吳釗縣 就是要砲打馬英九 當時你搞了一個人叫金普通 破壞憲政體制到不行 這招起手是你覺得如何呢 稍微我們聽聽看 這個敏鳳審排解讀 我們進行廣告